美國德州達拉斯市附近一個城鎮發生龍捲風,造成最少6人喪生 據有關當局說,龍捲風星期三在達拉斯與福特烏斯地區以南的格蘭百里鎮破壞幾十棟房屋 龍捲風使到幾十人受傷,他們已經被送往附近的醫院治療 據當地官員說,死亡人數將會陸續增加,搜救人員正在族家族互搜尋更多遇難者